今天D10这里还有电音节 那个高档小区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这些啥东西 哇那些什么音响啊啥都有 哦这里还有鸡尾酒 10点钟没那么晚啊 还可以喝酒 还可以喝酒 没说喝酒还可以来可以做什么 这里是啥 哦这里是饮料啊 哦这里倒是有饮料是吧 哦有饮料 还有水果 这些这些都是免费的吗 是的 是免费的 哦这里DIY做手工啊 新小孩的 我喜欢做手工 喜欢做手工 做手工 动手能力才强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都是我们的 把那个兜进去 把那个兜进去 然后再闹猫吧 哦这也是给小孩游泳的 这不是游泳的吧 这是游泳的吧 这是游泳的 一会儿来玩吧 可以到那边来耍 有时候他们这边活动开始 小贵就可以到这个那玩 几点钟开始 七点半左右 七点半左右 问一下管家 问一下管家 好的 谢谢 现在小区的活动搞得那么丰富 我问了我们的管家 他发现这个只是针对豪宅业主的 一二三栋 我们四栋就没戏 所以我们还是人穷自不穷 我们就离他远远的 免得产生误会 还是带小孩到游戏场这边来玩一下 现在有风 估计要下雨了 像这个越南市 我们现在都不进去了 以前他门开着也可以进去 但是后来听说 也是针对豪宅业主的 还有健身房也是 我们就不去了 早上起来 打不打火 应该是电瓶出问题 找了一个道路救援 买了保险以后保险工资提供 哇 那个亏电很严重 那个电池简直一点续电能力都没有 充半天都不行 现在师傅用很糟了 用他的车来接电 但是他电车 终于打烂了 还是要接上车 光那个蓄电池接上不行 但是你说对立的那个车印象一点打着吧 终于到了 冠军 说是美国的 没有看见厂家 以前都是松贵生产 还是松贵生产的 以前都是科瑞士旗下的吗 科瑞士旗下就是瓦尔塔冠军 还有霸道 霸道 瓦尔塔冠军 可以坑的吗 好多来说的话 你要不要就是风帆 还有骆驼 哦 规产的吗 风帆骆驼 哦这个叫它是结石 很少用啊 结石的油确实用的烧行 我们换很多车 说的话结石 这个车确实用的就烧了 用的烧啊 今天搬家 南西流 现在已经搬完家了 随着我们东西也不多 但是搬了一部分过来 主要是小孩的东西 这个宜家的高低床拆线 是比较麻烦的 当时装的时候都装了很久 现在他把它拆了 然后到这边来重新装好了 五斗柜两个 床垫待会装饭 总的花费啊 就是叫他那个车是起步价348 然后大件搬运费30 这大大件主要就是有一个双能床垫啊 我们的双能床垫 30 然后另外拆装费150 就是这个房 这个床150 其他都没有额外收费了 总共531 在国内搬家应该算是比较便宜啊 跟海外比起来应该算是比较便宜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上下楼费啊 那边啊 可以直接开到单元楼下面啊 然后这边的话开到门口 但是离我们这个楼也是在60米之内 他说如果停车的地方啊 到底搬家的地方超过60米 他就要额外收费 然后没有电梯要收费啊 我们因为两边都有电梯 所以说就没有另外收费 所以就在国外大概搬家的一个费用 现在今天就准备过来住了啊 啊我们把这个床垫搬过来 刚好啊 把一米八个床垫放在这里 因为这个床垫买的不久 也是在宜家买的 本来也买的很贵啊 将近3000人民币啊 所以我们也舍不得真正 就把它搬过来用了 另外这个五堵柜啊 两个五堵柜都是在宜家买的 所以说也把它全部搬过来了 好现在入住新家 这次我们家搬进了新家了 搬进了 在D10的拆迁安置房啊 但是我没有什么喜悦的心情啊 因为这一次搬家也是迫不得已 啊 呃 非常的万般无赖之下吧 呃 因为 我现在急着要移民要出国啊 也想出国以后给小孩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啊 就是急需房产变现啊 要抛售自己的房子 呃 因为这是新房子啊 又是D10豪宅里面的 想借着这个名头能卖个好价钱啊 因为成都目前的楼市的话 对新房啊 那个 好卖一些啊 呃 价值也更高一些啊 对于那种 所谓老婆小老婆大啊 那个买家就是 拿着屠龙刀来砍价啊 砍得非常的血腥 呃 也不好卖啊 有价无事啊 呃 但是呢 因为 那个 新房啊 迟迟拿不到产权证啊 也没办法卖 最后我迫不得已啊 就 想着啊 先卖我现在住的那个老房子 然后就 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辛辛苦苦把那个新房装修出来了 结果装修完以后啊 正在上万儿的时候 我们家一家人到新疆去旅行 正在路上突然得到消息 我们那个拆迁安置房 那个新房的产权问题 突然一下解决了啊 有些邻居搞得快的一天之内 就拿到产权证了啊 啊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去跑啊 因为这两天事情太多了 小孩要入学 啊 要搬家啊 但是肯定是没问题啊 能拿到产权 我当时想着 到底还搬不搬啊 呃 这样的话 就直接就先卖新房嘛 毕竟新房好卖 但是啊 我辛辛苦苦装了大半年的装修费啊 所花的时间精力相当于白花了 因为在中国国内啊 跟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啊 你没有装修的房子 反而还更好卖啊 因为中国装修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所以说 买了房子以后啊 特别是买了二手房啊 这些买家他都会把它重新再装修啊 你装修好 哪怕是新的 一天没住人呢 他就觉得麻烦 因为他还找工人去 全把他打掉啊 还要另外再花一笔钱 呃 所以说我当时啊 心里面也是在流血啊啊 十五万的装修款啊 也白白的打了水票啊 但是一想啊 为了卖房移民也没办法 还是把它卖了吧啊 忍痛把它卖了 结果啊 这两天啊 才发现原来我要卖这个房子也没那么简单啊 在我们业主群里面 我今天才看到啊 原来我现在卖房啊 要面临高达啊 百分之八的税啊 因为我现在才拿到产权证 呃 再拿到产权证 你如果没有超过两年啊 你要付很高的一个税费啊 特别是有一个增值税啊 那个增值税高达百分之八点五啊 另外的话我还要再付百分之一的个人收收入所的税啊 加起来都是百分之六点五啊 另外买家来买我的房子 他还要付百分之一点五 但是这百分之一点五大概率是由我给他承担了啊 因为国内卖房子都是这样子 以前啊 呃 房子好卖的时候 所有的税费啊 都是由买家来承担啊 现在房子不好卖了 所有的税费都是由卖家来承担啊 所以说我承担的税就高达八个点啊 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乱七糟八的那些费啊 那些费就比较少了 就不说了啊 至少百分之八的费用啊 关键是还有中介费啊 中介费好像是两个点还是三个点啊 以前也是全部由买家付啊 现在变成全部由卖家付了啊 上次看那个 呃 他们中介公司都发了一个那个价物表嘛 就是风水轮流转啊 好像是两个点还是三个点啊 其中比如说两个点 一点五个点都是由卖家付啊 买家只需要付0.5个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 所以说加钱的话再加上中介费啊 我要付10个点啊 如果我那套房子卖三百万的话 我要付三十万的税费 这个也太恐怖了吧 所以说想来想去啊 并且在目前的赤道下 然后你本来能卖三百万的房子 肯定砍价子要砍到两百万啊 然后再付个几十万的税费 那我这个房子所剩无几啊 所剩无几了 所以说想来想去啊 干脆我们还是搬进去自己住吧 然后还是卖这个旧房啊 呃 我也想着啊 呃 住进新房 也想给小孩换一换环境啊 让他们习惯于这种 搬家的这种感觉吧 呃 因为我们以后去到国外啊 肯定就会颠破流离啊 经常搬家 因为国外的房价限太高了 比如说在美国啊 那个房价高不可攀 根本买不起啊 冻着一两百万美元啊 只能租房子 但是你租房的话就意味着 可能就不稳定啊 经常搬家啊 并且现在你像我们一家人 也不可能租一个house啊 一个house这个价格太贵了啊 七八千美元一个月 谁给得起啊 与人合租吧 我老婆也不愿意啊 可能只有住那种公寓啊 比如说粮食啊 三十啊 价格也很高啊 可能也是三千美元以上 啊 所以说以后的话 可能要让小孩适应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吧 实际上也是很麻烦事情啊 因为以前有一位移民海外的朋友 他跟我讲过他的遭遇嘛 他也是刚到国外的时候啊 立足未稳 那个时候又没多少钱 所以也是在租房子 就是在房东的那个house里面 可能租了两间房子这种啊 结果后来发现他小孩啊 就有点自卑啊 有点抑郁的倾向 他后来才了解到啊 因为在小孩班上 其他的同学啊 经常邀请同学到他家里面去玩 这样的话 在班里面就很有面子啊 就很有人缘 就结交了很多朋友 但是他因为是租的房子 他就不好意思请同学到自己家里面 所以时间一长的话 他就有点孤僻了啊 跟其他的同学就玩不到一起啊 就有点自卑 他通过多年的奋斗啊 终于买了房子 但这个时候 他小孩已经经历了这样一个 精神上的一个煎熬 一个打击 这个是无法挽回的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移民家庭 要考虑的一切问题 总之吧 这个移民之路啊 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啊 从每一步啊 每一步都太难了 现在你出国之前 你要卖房子啊 真的是太艰难啊 你好不容易 我们这套房子啊 就是从拆迁到最后拿到房子 经历了十年啊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 判到了那个产权证 才发现啊 你这两年之内你也不想卖啊 你要卖的话 几十万的税等着你啊 两年之后又是什么行情 也说不清楚了 关键事有可能就 你的那个出国的那个时机啊 可能又会被延误啊 哎 所以说 现在每天遭遇的事情 真的是很无赖啊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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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